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3月16日 星期二 美國駐港總領事館 昨天星期一 證實了有兩個職員 對武漢病毒呈陽性反應 即是確診 所以美國領事館在花園道領事館需要關閉 徹底消毒 據知兩個是夫婦關係 住在帝景園第3座 應該都是高級的外交人員 昨天多個建制團體引述左派媒體消息 說這兩個人是以外交豁免權為理由 拒絕接受隔離安排 美國領事館今天就在Facebook發文 不點名 指這個 由中共政府控制的傳媒 就是發行 即是發報這個虛假消息 批評報導的內容出錯 特首林鄭月娥 在早上 就強調 政府的防疫政策是會公平對待任何人 指這兩個美領館職員 確診 就已經入了 醫院接受隔離 並指 領事館人員有兩個女兒 其中一個比較小的女兒就已經確診了 由中聯辦 擁有的網媒點新聞 就是差一個字 差一個老字 老點新聞 昨天突然出了獨家報導 聲稱收到政府可靠消息人士的消息 指這個帝景園發現兩個初步確診個案 都來自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人員 並指控兩人 以外交豁免權為理由拒絕接受隔離安排 目前仍遇上在社區遊走以及回美領館辦公 吸防疫抗疫工作帶來巨大隱患 這篇報導出了之後 多個建制陣營 包括共聯會民建聯 立即配合起舞 果然 是忠誠的狗 先後配過 透過記者 以及示威星圖美領館 中共的喉舌《文匯報》 亦以 美領館中招夫婦傳響躲拒隔離 為標題 有消息指美國領事館染疫夫婦曾經以外交豁免權為理由拒絕隔離 政府 反而說 領事館是配合的 領事館是配合的 這件事 令到美國領事館很生氣 駐港領事館在Facebook 高調反駁 不點指這些網媒 散布虛假消息 批評內容實屬錯誤 我們反對在重大的公共健康議題散布虛假消息 其實以往 我們看到 公眾議題 發布虛假消息 其實美國的民主黨政府也做了很多 尤其是他們 專門 通過《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CNN》 一直以來都是透過抹黑特朗普 說他防疫不力 這次 他們的行家 中共 就會搞了 然後 林鄭月娥 就說 他們 會著情容他的幼童 不用去隔離 因為這兩個 美國駐港總領事館的職員就是一對很年幼的女童 美國領事館今天就說 特區政府昨晚指出 美國領事館一直對抗武漢肺炎的連串措施 全面跟特區政府合作 並附上特區政府新聞稿的網上連結 美國領事館 發聲明指 確診員工這兩個員工的工作性質是不會接觸公眾的 即日起會停止總領事館的服務作深層清潔 又提醒在香港的美國公民 遵守香港衛生防護中心發出的指引 林鄭月娥回應 政府的防疫措施是會依法處理 每個人都是平均的 不論其種族 身份 背景 貧富 之前是做不到的 這兩天已經做到了 貧富也是一時同仁 不過 據說 比佐敦那邊的物資比較便宜 比這些 帝景園 西半山 午餐肉 油油吞拿魚罐頭的物資比較便宜 好了 美領館兩個確診者已經安排任院接受隔離 至於有人關注這些職員的子女安排 他們就會 著情處理 因為其中有一個很小的女童 不會分開他們 強制分開他們 這件事 其實我覺得要加上另一件事 林鄭月娥是 受美國的制裁 而這個領事館這次 他也是第一時間出來澄清 跟這個黨媒 跟這些假新聞黨媒 劃清界線 可能他是害怕 受到新一輪的制裁 又或者怕激怒美國領事館 我們看到美國領事館在香港其實也很暗沉 一直以來也沒有什麼 表達一些 重要的訊息 甚至乎有四個 示威者 去到他那裏尋求政治庇護 被他們趕出來 這件事 我認為香港這個美國領事館 已經是很暗沉的情況下 中共也大做文章 企圖屈他們 這個舉動有機會 捉路美國也未定 我們看到 現在最新 美國 跟中國 開始越來越 越來越是賣牙 美國的國務卿 布林肯 科防部長奧斯丁在星期一已經到了日本訪問 兩個人讚文強調 和盟友合作應對中國 批評中國 太想達至目的 是 不懂得動用威逼的手段 布林肯和奧斯丁 展開任內首次外訪 首站在日本 之後就是南韓 星期二就是今天 將和日本的外相 茂木敏聰 以及 防衛相 岸信夫會談 布林肯 跟奧斯丁 啟程前 在華盛頓郵報寫文 指盟友對美國國家安全 是非常重要 又指印太地區 自由開放配合尊重人權 民主 以及法治 這樣才是符合美國利益 會跟他們 此行出訪的盟友 日本和南韓 緊密合作 以及達成協議 他們批評有些國家挑戰國際秩序 尤其是中國 會以脅迫的手段達致目的 美國認為 盟友合作是非常重要 會合力應對 中國的侵略與威脅 這個字眼用得很重 追究北京有系統地侵蝕香港自治 侵犯新疆和西藏人權 削弱台灣民主 在南海違反國際法宣示領海主權的責任 奧斯丁去日本前 途經夏威夷 會見美國印太司令部的官員 指區內出現一些最緊迫的國家安全問題 出訪要加強同盟友的軍事合作 確保可以構成威懾力量對付中國 說到出口了 已經完全 沒有任何忌諱 網上有一個報導 美國 是懸崖勒馬 否則中共 會 輕啟戰端 避過一場戰爭 這個我是不相信 因為現在的中共 絕對是未準備好 他是有事 我們看到中共 是加強了避戰 加強了侵略台灣的準備 但是你說 是不是被過出場戰爭呢 我覺得絕對沒有 因為以目前 以中共的準備 或者以中共的 首映來看 他們是未有充足的準備 對台灣發動日本戰爭 也沒有 老實說還未作出一個評估 就是美國 是會怎樣參與 我們之前作出的分析 台灣 是唯一中共的底線 香港 和新疆都不是底線 甚至乎香港可以不要 當然不要的原因不是說他沒有了 而是 如果美國 要關照香港 他也沒有付 但是台灣 如果台灣宣佈獨立 中共可能 會挺而走險 當然美國也不會容許台灣 隨便宣佈獨立 除非美國派了軍艦 或是派兵駐守台灣 現在從中共的 習近平 尤其是中共只是看一個人的首映 就是習近平 從他的表現 從他的部署 我們覺得 他是一心要在他有生之遼同在台灣 要完成他的名流清史的目的 因為 人家說 人死流明 硬過流星 人就一定要 留一些東西在 他現在高調捧 華國鋒出來 其實就是貶抑後面的鄧小平 鄧小平之後的江澤民更加看不起 何況胡錦濤 完全是 他當是家丁 公博 或是老博 他想 透過統一台灣 跟毛澤東的齊名 一個建國者 一個統一者 一個 建國和統一是兩個不同的層次 他甚至乎 他一旦 統一台灣 他認為他的成就超越毛澤東 一個創 一個是創業者 一個是首業者 首業之餘 還成功統一兩岸 但是 面對習近平 他那個評估 我覺得他一定是 只是在想他自己的事情 而他身邊的拆鞋 一定會慫恿他 主席 我們一定會打得到 他們不會把這個後果 甚至乎不會把這個美國 真正的實力告訴習近平 而習近平 很大機會 他看的東西跟那些五毛看的東西是一樣的 就是說中國是有能力對付美國 有能力應對美國的挑戰 甚至乎有能力戰勝美國 這個就是十分危險 不過當然我們認為 危險之中是危中有機 如果習近平 真的相信那件事的話 那就是 中華民族之行 希望他做些肉手 那麼 當然 習近平你說他是小學生也好 或者他的教育水平 不高 文化水平不高 他也知道美國是甚麼國家 是不是有眼看的 最近20年 全世界打仗 有哪個國家可以打贏美國 有哪個國家可以抵擋美國 是沒有的 如果現在 大家看看以前的二戰 看看這個 古老時期 甚至乎最近越戰就覺得美國也不是說不可擊敗的 問題是美國現在不會像越戰那樣派大軍去壓警 你不可能打贏 是不是 所以 中美 其實這個戰火我覺得是重現的 尤其是 表面上是 接下來跟大家和談 會跟這個 楊潔篪 以及王毅在 阿拉斯加 會談 但是 他在會談之前 首先見到他的盟友 還有國防部長 出訪了夏威夷 跟印太司令見面 目的顯然而見 就是要用軍事手段 威嚇中共 震懾中共 而中共 其實我們十分之希望他真的可以 挺而走險 大家不用擔心 槍槍半天就打完了 這一節時間暫時說到這裏 拜拜